我们的样子就很简单 它只要是分220和380 这两种电压的 你拿到机器之后一定要注意 380和220的接线 还看到功力牌 功力牌上面是有写明的 一定要注意 然后可以观察这个线 四条线的一般都是380的 三条线就是220的 在接的时候千万不要 把这个380的接上零线 它的每个开关上面都是有 标志的 所以要注意 只有220了才接这个零线 这线接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开关电源 好下一步就是 把这个两根平面板 这个放平 放平 这同时 把这个鸡热板抽出来 两边都一样 这个鸡热板 放平 打到最平衡的位置 也最低的位置 因为这个保护板是起保护的位置 不放下来的话 它会影响这个 用人的碰子 所以说 一定要把这个保护板放进去 那么下一步 你看到开关 这里有 两个开关 一个是集庭开关 上面的是红色的 就是集庭开关 另外一个就是二代开关 在工作之前 要打到昂的位置 有f和昂 打到昂的位置 集庭要旋到旋起来 往右旋起来就可以了 再一步就是把这个滚头伸到最高的位置 好 这是压面前的准备工作 下一步就要压面 压面之前 先把面团下面 撒一坛粉 好 然后再放面团 面团放完之后 把东面在上面 稍微撒一点点 好 这时候就可以开机 进行操作 因为我们的机器很正板段的 你在操作的时候 它可以根据你的操作杆的上升和下架 来控制它的正板段 然后在这个同时 把这个卡板 在以后带刻度的这个小摇地 小摇地要往下放 放的时候 它这个面是一个 一步一步的在压薄 所以根据你的薄厚 根据你自己的要求 直到最后 达到你需要的那个厚度 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 如果放一点面 稍微有点炸 有点爽 我一定要把四方再撒一下 再撒一点薄薄的粉 这边呢有个刻度 大家都注意 在这个手柄降低的过程中 它呢 对应的有个刻度 你操作的时候就要注意 在哪个刻度是你的要求 你最后就要打到那个刻度上 我们这个是带卡板的 它这个滚筒一般不会跳动 那么对这个精度 就达到了非常好的标准 它不会跳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说是薄又厚的 这个不存在这种情况